好了啦,我是萨比 传播正能量是永恒的主题 毕竟生活不易 困难和挫折总是如影随形 包括每部电影 都在或激烈或隐晦地向我们展示积极的信心 引发思考也好 关输价值也罢 都是希望大家在收获快乐的同时 也能收获能量和感动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不算恐怖的恐怖故事 傀儡 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立陶宛 一个犹太人聚集的村落 这里的人信奉卡巴拉教 卡巴拉教是犹太教中的一个神秘分支 她要求信徒坚持艰苦的冥想和严格的苦行生活方式 村里最有智慧的老人被称为拉比 拉比要严格按照教义 对村民进行日常的教育和管理 女主汉娜就生活在村子里 她的公公是村里的拉比 汉娜虽然虔诚地信奉卡巴拉教 但并不是一个所规矩的信徒 她违背女人不能学习圣书的规定 经常趁着给丈夫本杰明送饭的机会 去偷听拉比上课 还让本杰明把圣书带给她研习 汉娜怎么看都像是个严妻良母 可为什么偏偏这么执着地学习圣书呢 得从她儿子的事情说起 汉娜的儿子在七年前意外溺水身亡 她无法承受这沉重的打击 最终选择了逃避和对抗 一方面她寄希望于神能为儿子的死 给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偷偷研习圣书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再次受伤 她悄悄买着丈夫避孕 汉娜生不出孩子 在村子里自然不太受人待见 甚至拉比都劝本杰明跟她离婚 再找个尽职的女人 本杰明却不为所动 因为爱 她始终给予汉娜足够的理解和包容 汉娜的逃避和对抗不仅影响了自己 也伤害了丈夫和家庭 然而伤害还会继续放大 这天是汉娜的妹妹大婚的日子 拉比带着全体村民举行盛大的仪式 这时突然闯进来一波蒙面人 二话不说就把食物打翻在地 仔细一看原来是隔壁村的 为首的队长说 他们村正遭受可怕的瘟疫 死了很多人 现在自己的女儿也病了 而你们还在这里再歌再舞 这分明就是你们下的诅咒 队长说完根本不给拉比解释的机会 拔枪杀死了一个村民 接着撂下狠话 要是拉比治好女儿 就放火烧了村子 虽然村里的女巫师答应事实 但是队长决定在女儿病好之前 实行封锁政策 不许任何人走出村子 队长这是什么逻辑 自己村遭了瘟疫 就让别人来背锅 仗着又几把枪就耍横 试问谁可以忍受 但是拉比选择了忍 她召集村里所有的男人一起为队长的女儿祷告 可汉娜咽不下这口气 她冲进去号召大家反击 比如用圣书里的密码造出魔像来对抗队长 这下拉比知道了她偷看了圣书 愤怒地把她撵了出去 这边妹妹因为白天挨了队长一拳 导致流产 看着妹妹痛苦的表情 汉娜终于要采取行动了 汉娜回到家中 集齐72个圣字写在羊皮上做隐信 接着连夜走入森林 按照圣书的指引制造魔像 当汉娜到了最后一步 点亮火光的那一刻 她晕了过去 魔像制造成功了 只是她还并不知道 第二天 本杰明无意中发现了汉娜一直避孕的证据 没想到多年的隐忍和包容换来的只是欺骗 本杰明一时无法原谅汉娜 一顿伤心控诉之后 本杰明走出了家 此时魔像就躲在门后 看到了一切 他希望能为汉娜做点什么 午后 马厩里的马发出了异样的骚动 汉娜走过去看见一个浑身是泥的小孩蹲在地上 可是一转眼又消失不见 地上只留下汉娜儿子生前的玩偶 汉娜带着疑惑再次来到制造魔像的地方 却被队长的三个手下抓住 要把他吊死在树上 突然 这三个人在汉娜的眼前接连着死去 汉娜也掉落地面 此时泥孩子走到跟前 静静地盯着汉娜 看到了泥孩子额头上的圣字印记 汉娜才知道 这就是他造出的魔像 毫无疑问 是魔像救了自己 汉娜喜极而泣 在他看来 魔像不仅是守护神 汉娜把魔像的事情告诉了女巫师 原本是分享喜悦的 但女医生却认为 魔像就是一个无情的怪物 会变成灾难 让汉娜尽快把她送回大地 可是汉娜根本不听 本杰明已经几天没有回家 这一夜 汉娜看见本杰明和村里的寡妇在一起 天知道这个寡妇一直就想勾引本杰明的 这让汉娜很难受 魔像这次错误地帮助了汉娜 她当夜就把寡妇杀死了 不明真相的村民都以为寡妇是被队长所杀 于是本杰明带着妹夫和几个人去找队长算账 双方一见面就开干 可他们哪里是队长的对手 很快妹夫就被队长一枪打死 本杰明也被人狠狠地摁在地上 幸好魔像跟着汉娜及时赶到 压在本杰明身上的人被魔像隔空爆头 队长这下也看呆了 朝着魔像连开竖枪 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过魔像每挨一枪 汉娜都感受到了相同的疼痛 魔像再一步步向队长逼近 汉娜及时制止了她 并让队长带着女儿马上离开 再也被来找查 大家不用想也知道 作为恶霸代表的队长 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但至少村民们得救了 本杰明认可了汉娜的做法 也接纳了魔像 接下来是不是这三口之家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 这显然不是此类电影的主旋律 因为魔像的目的是要和汉娜紧紧地绑在一起 进而控制汉娜 所以当魔像看到汉娜和本杰明深情对望 而忽略了自己 就用刀插进大腿 用疼痛来提醒汉娜自己的存在 魔像喜欢音乐 就控制汉娜 让本杰明为自己拉小提琴 魔像果然很有心计 照圣书上说 魔像不但不会死 还会自我进化 如果任由其发展 她的危害一定无法想象 说法很快就得到了应眼 女巫师白天亲眼目睹了魔像杀人的手段 所以她趁夜摸上阁楼 想要除掉魔像 魔像当然是先下手为强 把女巫直接杀死 本杰明最先发现了此事 她冲下楼想让汉娜赶紧离开 而此时 狡猾的魔像就躲在汉娜身后 本杰明根本没机会向汉娜解释 没办法 本杰明只能找到父亲求救 老拉比临危不惧 让本杰明赶紧召集人马 她要施咒铲除魔像 人员到齐 本杰明用小提琴曲把魔像引了过来 在强大的祝语面前 魔像也开始招架不住 此时汉娜收到了魔像的感应 她不顾一切冲过去要解救魔像 这边 队长因为女儿病死 正带着人马杀了过来 一进村就疯狂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 为了一雪前耻 队长一棍子把汉娜打翻在地 魔像受到了感应 趁其他人不注意进行猛烈反击 拉比和其他人都死于非命 只有本杰明幸免云南 眼看着汉娜就要被杀死 队长却忽然倒地身亡 魔像从身后直接掏出了她的心脏 紧接着队长的手下不是被隔空抱头 就是被掏心挖肺 杀红了眼的魔像连村民都没放过 见人就杀 很快就失衡遍野 整个村子也变成了一片火海 看着这一切 汉娜终于认清了魔像的真实面目 这绝对是无法控制的恶魔 留下她必定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汉娜最后捧起魔像的脸 气不成声 她喊着儿子约瑟夫的名字 咬出了魔像嘴里的羊皮隐信 魔像瞬间消失 回归尘土 但故事远没结束 寡妇的女儿从地上捡起了那个羊皮隐信 这就呼应了电影的开头 魔像还是会被不同的人造出来 不断进化 生生不息 因为面对挫折 总有人会选择逃避 或者希望神明能帮助自己解脱 又或者把伤害转嫁给他人 就如片中的队长 以一种极端的蛮横方式 把自身的不幸归罪于别人 最终只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但汉娜的方式显然更具普遍性 因为儿子的意外死亡 选择逃避和对抗 所以不愿再生孩子 是为了规避再次的伤害 所以寄希望于神 希望失去的还能再回来 正是这样的执念导致了对自己的伤害 让别人为此而丢了性命 虽然魔像看似短暂地保护了自己和村民 也抗击了队长的压迫 但是魔像只是汉娜的执念造出的傀儡 最后自己也将会变成魔像的傀儡 在亲手杀死魔像的那一刻 汉娜也杀死了执念 完成了自我救赎 生活不易 挫折和困难在所难免 重要的是 你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是选择坦然面对 还是选择逃避 甘愿做她的傀儡 求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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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留言 快快留言 天哪 天哪